寿风乡公所获得了原民会补助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 核定总经费约1100万元 而其中计划改善风里和水帘部落的道路 目前寿风乡公所已经陆续展开 乡长楼耀中23号的上午 特别前往关心道路改善工程的进度 而整个工程预计在4月中旬可以完工 寿风乡长柳耀中23号上午 在志工团长曾淑义 风里村长忠耀宇陪同下 前往获得原民会补助特色道路改善工程现场 关心工程进度 而在风德街与风里二街新铺设好博有路面 也让附近居民相当有感 我们这站路是二三十年都没在破坏 在这次我们的真乡长起来的时候 这一次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 核定风里与水莲两处 水莲地区是座长度840公尺 而风里地区则是1380公尺 风里村长忠耀宇表示 村内的部分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居民行的安全 所幸在前后任乡长与带领公所团队的努力争取下 才让工程得以发包执行 道路变得宽大平坦 道路改善工程从这个风德路 风里二街中山路七十二巷一直到这个风镇路 这一段重新来这个铺设施作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个相公所的努力 在真乡长108年的时候 向言明会来这个计划争取补助 然后到去年的这个9月10月的时候核准 那个也非常感谢刘乡长后续接手继续来帮我们完成 执行完成这条这个道路 也让我们村子里面这些老人家呢 这个在行的部分有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来 来这个行走 乡长刘奥宗感谢圆明会核定计划经费 不仅改善原乡地区道路 畅通平整的道路也促进了部落农产运输 以及提升观光效益 这一次这个工程是我们向圆明会 争取经费来改善我们风里 风里部落的那个道路的平整 在未来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 跟中央争取经费来陆陆续续的 把我们乡内的道路做得非常的完善 然后给我们乡亲有一个新测的安全 收封乡是全国平地面积最大的乡镇 全乡都有原住民部落 而居民们对于部落道路建设需求 仍然殷切期盼能够更加顺畅便利 乡长刘奥宗表示 未来工所会努力向上争取经费 全面提升乡内道路品质 并串联原乡特色产业 促进经济产业发展 打造收封乡成为幸福宜居的城乡 记者刘明胜 收封乡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